海帝时间2月24号 慈激震灾团在十字架教区本堂进行第二场发放 今天一大早三点钟左右就灾民前往排队等候 即使排队的棱龙是围绕着教堂一圈又一圈 但是排队秩序相当良好 没有任何骚动或是鼓噪 而今天维持现场的秩序的仍然是美军82空降师的军队 发放结束之后 志工也准备了符会红包 敬思雨 香气饭和美军士兵截善员 慈激震灾团今天也在视讯会当中 回报了当地发放顺利完成 以及与美军部队的爱撒活动 其实今天的发放工作 总计发放塑胶布和毛毯各1464份 2月26号同样的地点会继续发放2000户 至于明天泰巴尔市也将持续物资发放工作 多米尼家也将在明天要运送37500磅的大米 到海地进行爱心接礼 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阳光晨曦微微露脸 仁龙从清晨三四点 就开始环绕十字架教区本堂的教堂建筑 手里拿着禁丝小卡是领取物资的证明 就这么静静地等候着 没有不安 没有鼓噪 这一天的发放在平静中开始 每一次弯腰 线上用来遮风避雨的塑胶布 和保暖玉寒的毛毯 他供送这些菩萨 他们让我们今天产生很多的欢喜心 虽然鞠躬熟熟度对他们写是一种尊重 但是 大灾弹过后 环境在艰困 仍然要微笑向前走 谢谢 下着的大雨 他们有些人只好回到围楼里 围房里 一家人抱在一起浑身湿透 好惨 在有这样的雨的时候 他们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撩壁风雨 不会说 就是那么悲惨 所以我看到那样的表情 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很满屏 这一场在十字架教区本堂的发放 美军82空降师的黑夜市 这一场在十字架教区本堂的发放 美军82空降师的黑夜市 黑鹰部队前来维护安全 美军指挥官马雷夫 也特地来到发放现场 体验了前所未有的发放经验 这一场之间和我之前的发放 是速度 这一场之间 你真的花了时间 去做计划 去示范园人们 他们特别的 你不只是来给予 AHA的东西 但也让他们特别的 它是特别的感觉 我没有做过 这一场感觉 它欣赏你 OK 这一场感觉 你做每天 它是特别的感觉 你尤其是特别的感觉 这一场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 我看到它 视频 所以我认为 你都给了很多认识 到这种感觉 你做的感觉 我认为观众也会 提到这种感觉 他们感到感觉 你感到感觉 发放结束后 32位美军士兵 一同回到刺激海底协调中心 志工们也准备了 符惠红包和香鸡饭 作为贴心小礼物 这些社会 这些社会 我现在看到的最专业 在海底协调中心 我非常感谢 你们在做的事情 此机志工和美军 充分合作 十字架教区本堂的 第二场发放 顺利完成 而第三场的发放 也将于当地时间 2月26日 再发放2000户 大爱新闻 范婷刘汉清 海地的采访报道